感觉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加油 伙伴们 你们就要到了 但还是除了水母 什么都看不见 谢灵通应该就在沙芝的海床上 就在这些石头中 有悬崖了 不好意思 伙计们 沙芝的海床 谢灵通就在这附近了 他可能就近在眼前 但我们却看不见他 注意 别乱转了 小心走丢呀 皮医生 这是谢灵通的花园鳗鱼 我们一定离他不远了 那还有一只 还有这儿 太棒了 这些花园鳗鱼比你还快呢 伙计 谢灵通 你还好吧 就是腿麻了 但是应该没什么事 好了 我们必须返回章鱼堡了 穿上这个 咱们出发吧 刮鸡 皮医生 你们俩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找到谢灵通了 而且我们跟着悬崖上的花园鳗鱼 但是我们又走掉了 你去 抓住你了 队长 救命 我的尾巴缠在猪手里了 救命 刮鸡 刮鸡请回答 我就不应该让谢灵通在外面研究花园鳗鱼 哦 花园鳗鱼 对了 如果我不能穿过水母裙 我就从下面绕开它们 就像花园鳗鱼一样 张教授 张语宝下面的岩石悬崖里有什么动物生火吗 为什么问这个 据我所知那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算我打个洞过去也不会伤害到任何生物了 不会的 那只有坚硬的石头 但是你的爪子会伤得更重的 不用担心我 教授 狗子兔 队长 马上准备好魔鬼与亭 现在我需要一个打洞能手 好嘞 队长 我先继续坚持一下 你这花园鳗鱼生活在岩石悬崖里 不会吧 那不是花园鳗鱼 那是拉克队长 终于又见到你了 细灵通 海底小宗队 你好 你是卡住了吗 是啊 我得赶紧出去 你能抓住这个吗 伙计 是的 来把我拉上去吧 快点 你是自己掉进这个洞里的吗 小家伙 是的 是的 只要地上有洞 我肯定是掉进洞的那个倒霉袋 谢谢你们救我出来 现在我得赶紧出发了 我的尾巴好痛 我 我动不了了 别担心 别担心 我的朋友都越游越远了 而我的尾巴还受伤了 我扭都扭不了了 我永远追不上我的朋友们了 我们可以帮你 真的 当然 我们是海底小宗队 你哪里不舒服 我的尾巴 我已经疼得动不了了 嗯 你需要绑上绷大 好快啊 现在感觉好多了 谢谢 不客气 现在我必须要出发了 你得休息一会儿 哦 不能休息 一定要坚持游 一定要赶伤朋友们 队长 他太虚弱 不能长距离游泳的 我担心他自己到不了湖里 我们保证他不会被落下的 哦 我要回到水里 需要你们帮点忙 我们要帮你的 可不止一点呢 哎 我们能一直把你送到湖里去 哦 谢谢 路途很艰难 我们得像鳗鱼一样逆流而上 但是我保证 这位朋友会安全抵达湖里 好的 来 队长 出发吧 哦 还有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最小的救生圈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这水实在是太急了 石头也太高了 咱们几个得分工协作 你能上去吗 瓜姬 没问题 队长 好了 抓紧呢 继续游 一个洞穴 一个洞穴 我们要穿过去 我们现在已经很近很近了 从那游过去就到了 要从那游过去 我保证我们马上就到了 湖就再拧一遍 我真的必须要去那儿 继续前进 跟着我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大家还好吧 非常好 这片湖泊宁静又美丽 是啊 而且到处都是扭啊扭的鳗鱼 海底小纵队 对 在这儿呢队长 呱唧 帮个忙 皮医生 你在那个东西里面干嘛 皮医生在里面 在活动的嘟嘟里 放他出来 你这个球 等等 别伤害他 我基本上 没事 呱唧 皮医生怎么到里面去了 别管这个了队长 咱们怎么把它弄出来 这可能有点难 你们看 树果洞是透明的 但是它透明的肚子周围 还有几层充满水的透明皮肤 还有皮医生 走啦走啦 不 停下 停 皮医生 我们再想办法把你弄出来 别瞎闹了 不是我 果洞 求你停下 起飞 呱唧 达兮兮 把舰艇开过来 吸灵通 咱们追过去 抓到了 撞了个满怀 达兮兮 靠近点 再近点 抓到你了 我抓到你了 果洞 住手 那是我的朋友 刮鸡猫 不是猫鱼 它是 算了 刮鸡 你还好吗 让我稍微搂近一下队长 救命啊 我抓住它了 队长 不 它们要被那股很快的水流冲走了 不能闹着玩了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艾迪小松队 进入战艇 艾迪小松队 皮医生困在一只蔬果洞里了 而那只蔬果洞又困在了一股很快的水流里 天哪 不 皮医生 能听见吗 皮医生 不行啊 队长 我只能听见静电声 兔兔兔 你待命 可能需要你帮助 明白 队长 我们跟上那股水流 救你了 放我走 果洞加油 走喽 果洞 果洞 能不能偏挡我痒了 我们困在水流里了 我们会粉身碎骨的 小心水花呀 我出来了 艾迪小松队 艾迪小松队 队长 是你订的精玉型橡胶大气球吗 谢谢兔兔兔 把它装在章鱼摄像机附近 然后大家都藏起来 停下 你们这些讨厌的咬人鬼 哇 我们抓住你们了 抓住我们了 我是无辜的 我都没去过那儿 你们咬了我们的设备 这让他们坏掉了 哦 那个 我说我们是雪架椒 我们 呃 以为你们的东西是食物 所以咬了几口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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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怎么一直躲得那么好 不肯说 是不是 哦 好吧 我们演示给你们看 你们的肚子会发光 所以我们从下往上看的时候 就和阳光融为一体了 你只能看见黑色的部分 这样他们看起来就像瘦瘦的黑鱼游过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从下面没人能看见你们 估计我们没法再骗你们了 不不 没法骗你们 没法骗了 但你们怎么把牙齿留在我们的舰艇里 不要了 我们的牙齿会整排掉出来的 然后再迅速长回来 但那些消失的牙齿呢 我把它们放下来 结果就不见了 牙齿不见了是因为给我吃了 你吃掉了自己的牙齿 这听起来不太健康啊 嗯嗯 如果是雪架椒的牙齿 就很健康 里面有很多维生素的 所以疑团解决了 但你们能不能别再咬我们的东西了 好好 但我们现在真的很想来点零食 对我想来点零食 嗯 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嗯 这个鱼饼干比橡胶好吃太多了 绝对的 他说的没错 看到没 小萝卜 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住你的鱼饼干 我也有点赏识了呢 不止你一个 海底小宗队 花姐 请回答 海藻样本都收集好了吗 是的 队长 我正在赶回张玉堡 马上 我的老天爷呀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有多好呢 这些小鱼让我无地自容啊 伙计们 你们看到了吗 这是沙丁鱼 瓜姐 沙丁鱼通常都集结成群有动 但是它们怎么保持对形一致呢 沙丁鱼外皮上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感知到它们周围的沙丁鱼 这样它们就能保持行动一致了 它们有的花样还真是不少 我也要试试 通话结束 现在我要让这些小鱼们瞧瞧我的厉害 仔细看好了 一个快速反转再加一个后空翻 不错嘛 嘿嘿 试试这个 瞧好了 你游的跟沙丁鱼一样棒呢 你这个小家伙 伸手可真是不简单呀 我叫迪娜 我叫呱唧 或许哪天我们能切磋一下 说好了 我得回鱼群去了 不然的话 你掉队了是吗 我可以帮你找找 不用了 谢谢 它们应该不会走远的 再见 呱唧 再见 再见 您呐 保重啊 伙计 嗯 午饭来了 你想的没 讨厌的家伙 哦 午饭取消了 哦 谢谢瓜姬 看来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像不太安全呢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嘛 没错 所以我们沙丁鱼平时总是成群结队的 这样一旦有鱼想吃我们 我们就能向四面八方逃走了 他就不知道该跟着谁了 聪明 我只有一个人 但我也很乐意把你安全送回鱼群 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看 他们就在那 我知道有条进路 能穿过这条沉船 天 这是怎么了 我被旧鱼网缠住了 你疼吗瓜姬 不疼 只是撞到头了 不要担心 我可以把自己弄出来 夹住了 或许我可以把这些绳子咬断 不 你快跟上 别又跟丢了 不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没有抛弃我 在你出来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 Dina 够意思 海底小松队 我已经到处都找遍了 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冰冰还是冰 嗯 那是什么 听起来像是队长的手风琴音乐 我的老天爷爷 根本不是巴克队长 是虎精 或许他们能帮上忙 嘿 看 瓜姬 你好 瓜姬 我听到你们的歌声了 还以为是巴克队长呢 巴克队长 我们不久前刚跟他和皮医生分开 是啊 但是他们没回到家 孔雀鱼挺撞坏了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块冰里呢 哇 天哪 不要担心瓜姬 我们会帮你们找到他们的 哦 不 冰块又裂成两块了 踢上 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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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下 从我身上爬过去 好的 抓到了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 要不要浮亏试试 你说浮亏 什么意思 我们平常都用浮亏来观察水面以上的东西 是的 看我的 呱唧 我不是虎鸡 不过我也想要试试 你成功了 干得漂亮 谢谢伙计 但是上头也有很多兵 跟我们一起行动吧 呱唧 是的 我们虎鸡总是在一起的 好 那大家都开始浮亏吧 等等 我好像看到什么了 是巴克队长和皮医生 我找到他们了 怎么回事 呱唧 你找到我们了 我就知道你行 有个人 呱